穿着轻松的男子 疑似就是在中信金控被搜索前 碰巧融券的投资者之一 时间回到今年6月8号 中信老陈用三个行李箱 装着一亿现金 让前董事长估重量顺利交保 但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 检调事后发现在搜索前两天 疑似有人走漏风生 将行动泄露给投资客将近19人 借机融券爆量9000多张赚取 不法获利 现在执法单位要亡羊补牢 追查到底是谁卸的命 我吃不了酒 我今天为什么来这里来这么窮 放球你来出啊 出啊 出啊 估重量张二金刚摸不着头绪 但会有人帮他厘清 检调约谈的十多人中 初步排除公务人员涉案 但将持续比对下 由投资客的证词 确保揪出泄露机密行动的主使者 记者吴大坡成如群台北报道